剛剛講有關那個期中報告的部分 然後順便補充了一個有關那個 就是chip的相關的一個 這個分享 因為我提到剛好 就是上個禮拜有關那個 就是交通這麼亂 其實當然如果開放資料你有興趣的話 甚至你也可以做交通的部分 當然我也會希望說 以後你走到路上 你盡量就不會 所以這怎麼講 沒有那種走在路上會有那種 很不安全的那種感覺 然後有一天你可能 我會希望說走在路上 甚至你走在斑馬線上面 真的還會有車子會禮浪你 我發現好像在台灣斑馬線上面 被禮浪的機會 除非說他本來那邊就有紅綠燈 如果沒有紅綠燈的斑馬線 好像會被禮浪的機會真的是趨近於零 而且甚至常看到 YouTube上面有一些影片 就是即便有人要禮浪 可是後面卻按他喇叭 像上網有個新聞就是 有一個機車騎士 年輕人 他看到有人要過馬路 他就停下來 結果後面的計程車司機 就一直狂按他喇叭 然後並且罵他說 你幹嘛停在路中間 然後那個騎士就跟他講說 前面有路人要過馬路 可是那計程車司機 居然完全失去理智一樣 一直狂罵他 甚至說要跟他什麼 跟他輸贏 OK 我想說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你停下來不過幾秒鐘的時間 OK 然後可以讓人家感覺到安全 那你有差那個幾秒鐘嗎 我真的有點不太能夠理解 有些人開車的那種想法 因為很多時候其實就是 那幾秒鐘就可能會造成一個事故 那你為什麼幾秒鐘停一下 說真的也不見得一定 因為有的時候前面就紅燈 那你停在紅燈上面 你跟停在斑馬線前面 有什麼不一樣 對 你再往前 剛好綠燈的你就可以過了 不就OK 這也沒有什麼說你等到什麼 而且感覺 但是你會發現 整個交通上面 你會發現 哇 這個整個 就會覺得很舒服 你在路上就是感覺很有禮貌 就像說外國人來台灣 其實無法理解 就是說為什麼台灣人 其實都很親切 很有禮貌 但是一上到交通工具 就變得一個人 就變得很野蠻 有沒有 就感覺 哇 這個 馬路上好像就競技場一樣 又沒有人在跟你比賽 對不對 我不知道 你們看網路上的那個 拍的影片 你會覺得 到底為什麼上了馬路 就一定要比賽嗎 對不對 沒有人要跟你輸贏 對不對 又不是跟你比賽 讓你一下嘛 OK 所以很多B車 我知道為什麼他要這麼 那有的時候你會發現 他 那個鏡頭倒到他的時候 他還是個正常人耶 他其實不是一個什麼很粗魯的人 可是他做出來的事情 卻是這麼粗魯又野蠻 到底也無解 他平常可能 所以他有時候可能 這到底是為什麼 我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其實交通問題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說這個好像 雖然也目前無解 但是我當然會希望說 在有這個可以看到的未來 是不是可以做改變 OK 那當然會覺得說 因為台灣畢竟 你說台灣的GDP 已經超過日本了 對 但是也是一個先進文明的國家 但問題是這一點 說真的 很多外國人來台灣 就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 我當然會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 對 OK 停一下 OK 好 那其他的話 當然 就是有關就業的問題 因為我後來發現 原來他是東吳日文系 畢業生 文科畢業生 為什麼他可以 翻轉他的未來 OK 那當然我也是希望說 未來你們也 可以甚至超過他 OK 所以你看他自己 找到他的 理想的未來 OK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每一次上課 基本上都有錄影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對於 前面的部分 如果你還有一點 不太熟悉的部分 回去的話 也許你可以把前面的影片 稍微再複習過 比如說像上一次上課 其實基本上 我們主要也是做 這個台北市的切到案件的複習 然後呢 就是針對台北市的切到案件 再延伸到桃園的 這個切到案件部分 那其實基本上重點 不外乎就是 好像兩個函數 一個Labs 一個Mid OK 然後再來就是 樞紐分析表 有沒有 揮製一下那個 就是歷年來的切到的一個折線圖 那你會發現 其實真的不是那麼複雜啦 可是卻可以馬上知道說 原來桃園 它也不是像台北市一樣 一路就是順遂 一直往下滑 而是有高有低 有起有落 那原因何在啦 當然原因何在 那有時候其實這個你可以在Google一下 後續的找一下 因為這個可能就不是 資料裡面可以呈現出來的結果啦 那至於原因 我想我大概也很好奇啦 所以 如果你找到一個圖 你可以借圖來發揮嘛 可以說一下為什麼 那為什麼有時候可能自己在Google查一下 或者是說維基百科 稍微Google一下 看看說那個時間點 除了說是不是警察局長有調換 還是說可能是不是桃園的市長 他那段時間其實在忙別的事情 沒有針對這個部分去做什麼特別努力之類的啦 也許當然都可以去找啦 因為這個說真的 有點像是記者的工作嘛 你要追根 但前提是要有評有趣 這個才是必須要的去做的 其他的話在延伸前一次上課的話 就是那個 所以喔 上上 所以我其中報告已經很久以前就開始講了 主要是希望說你們可以早一點去準備 然後再來 其實每一段影片 這邊其實都可以點擊進去 再把它稍微看一下 OK 好 那今天的話呢 原則上我們就是說明那個 有關這個 切到這個方面的那個 其中報告的部分 那另外的話當然喔 開放資料的部分喔 其實還可以延伸 比如說我們也許再找一下 其他的練習題嘛 包含就是說 假如你對於喔 像之前有同學 除了對於住宅 因為他平常也騎摩托車 所以其實這邊也有所謂的那個 這個 機車切到點位 那其實你會發現啦 如果你會住宅喔 這一題應該算非常非常的簡單 因為他的欄位名稱一模一樣 他的下載方式也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如果你要練習的話 你其實直接下載喔 所以喔 你將來要做那個其中報告的時候喔 第一個啦 當然觀察一下欄位名稱 這個欄位名稱 那這個欄位名稱有什麼重要呢 因為他跟你將來要做樞紐分析 很有關係 因為樞紐分析裡面要有那個欄位 你才有辦法做那個欄位的統計分析 當然如果沒有的話 你可以從那個裡面取得你要的資料 比如說 我們要像之前 假設我要知道 歷年的機車切到案件喔 他的歷年 那年的話其實是包含在日期裡面 所以如果我今天有日期 那當然理論上我就可以透過 像LAPS的函數或E的函數 可以取得年的資料 我可以統計 另外我想知道哪一區的機車最容易失淺 那當然我有地址 地點 甚至呢 如果我想知道 到底機車放在哪裡 哪一條路上最容易失淺 那當然你就可以透過這樣 所以喔 資料在這邊 再來的話還有一個編碼方式 這個前面也特別講過 如果是Big 5的話 是直接可以打開 但是如果是UTF 8的話 那就會是亂碼 所以理論上你把它下載之後啦 我是建議啊 如果比較保險的方式喔 就是你不要直接開啟 因為直接開啟可能是亂碼 也可能不是亂碼 但是如果假設是亂碼的話 那記得你就是要用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資料裡面喔 從有沒有 你可能要改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資料 從文字斜線CSV 然後去把那個檔案找到匯進來 這樣的話才不會有錯誤的問題發生喔 取個例子吧 如果你下載這一個的話 這個應該是UTF 8 所以如果我下載這個喔 把它開起來的話 那理論上就會變成這樣 所以喔 如果你假設喔 下載的是UTF 8 那你會發現 哇這什麼東西 怎麼亂亂對不對 那怎麼辦呢 其實一樣嘛 你就改成資料裡面的 從什麼文字CSV 那我剛剛下載的那個檔案 是在那個下載區裡面 那我就把它找到 在下載 然後檔案應該是這個啦 其實有的時候 你可以從修改日期 可以看到 應該今天日期嘛 11點26 那應該這個檔 檔案應該就這一個 大小在這裡 你把它匯入 那匯入的話 你會發現它就會直接連線 最大的差別是 你要把這個 Big 5 改成什麼 改成UTF 8 所以這邊的話 你把它選擇 這個UTF 8 大概在中間的地方 所以我的習慣是 把它捲著往上拉 拉到快一半的地方 一半的地方 就會看到UTF 8 那這個時候的話 它就會是正確的 按確定 按載入就可以了 那載入的話 你會發現它就把資料 給放到我們的 這個 Essal裡面 其實它會先幫你 新增一個工作表 把它放過來 那 我的習慣是這樣啦 你把它放過來之後的話 建議是轉為範圍 這個動作可做不可不做 但是比較建議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 它原來是表格的話 有些時候 你在做一些公式的時候 很容易出錯 有沒有 OK 所以如果你不希望出錯的話 建議你可以再多一個動作 匯入之後 轉換為範圍 然後要不要轉 要確定 好 其他的話 還有就是這個 這個表格 你想說 老師 那我不要綠色的 我要其他顏色 可不可以 那這邊的話 你可以在 這邊好像有格式吧 Ctrl Z一下 它已經轉換成範圍了 那你也可以怎麼樣 針對這個範圍 做那個格式的設定 這個格式設定的部分的話 它這邊有 我看一下 是不是在 在哪個地方 配置 這個表格的部分 OK 好 我們如果不做篩選的地方 其實已經可以直接把它做修改 好 那假設把它轉換成範圍之後 如果要統計 歷年來的 就像之前我們做的練習 那第一個當然這邊插入一個欄位 年的話 其實我蠻想知道 到底這個資料跟那個什麼 這個住宅一不一樣 因為其實切套按鍵雖然很類似 但是因為不同的物件 其實結果應該會不一樣 那當然一樣的方式就是說 你可以用的函數一樣是Labs 因為要抓前三個字 所以你就把這個資料的前三個字給他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就是年出現了 Ctrl向下一下看看 這個資料應該比較少 OK 然後他抓的範圍也是差不多 再來就區 所以如果我已經知道有年了 那一樣插入什麼 樞紐分析表 那一樣把這個年的部分拖拉下來 然後值也拖拉到底下 那不過他資料好像比較少一些些 然後把它怎麼樣 把它一樣做 游標放B4 資料裡面有一個Z到A 把我更正一下 這個應該不用排序 我直接把它CtrlZ拍回來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要繪釋出一個那個 就是直條圖的話 那其實可以找那個折線圖 然後你可以看到 看起來的話 好像機車部分的切到按鍵 有下滑 但是感覺好像到108、109 大概就水平了 好像就下不去了 OK 那他哪一區的切到按鍵 難道也是中山區嗎 所以一樣 你可以在這邊增加一個欄二叫區 然後底下的話 當然一樣就是用插入函數 取得MID 然後這個資料 的區應該是第四個字 取三個字 所以這個公司都前面做過啦 蠻類似的 向下填滿 那如果要知道哪一區 這個 動力 那個 摩托車失竊的話 那一樣 插入樞紐分析表 那一樣就是把什麼 把區 如果這個區沒出現 記得按重新整理 因為之前好像同學常常找不到這個區的訊息 如果你找不到的話 記得重新整理一下 區就出來了 有的時候 如果你是後面加的話 他沒有辦法馬上幫你加進來 那區拖拉到列 區再拖拉到尺 然後 再把什麼呢 再把這個 資料 再做排序 資料裡面篩選 不過你會發現 好像有錯誤的資料 他好像有一些資料沒有區 所以會出現的是哪一條路 那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乾脆用 就是篩選的方式 如果要留下區的 那我就留下打幾個 2 4 6 8 10 12 所以前12項 前10項把它改12就可以了 那後面的資料就隱藏掉了 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有些資料 可能他的地址給的沒有區 那沒有區變成就切到路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機車的切到案件裡面 好像又跟住宅完全不一樣 當然這個排名 我印象中住宅中山區是第一名 那現在他讓位了 讓給哪一區呢 讓給萬華區 而且差異多大呢 當然如果你想說 我要凸顯的不是比例 我要凸顯的是數量的話 那我是建議 你可以把它改成直條圖 因為直條圖 比較可以凸顯它的數量 那如果直條圖的話 如果你要凸顯的數量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你把摩托車停在哪一區 車子最容易失竊 那你可以看到 結果馬上可以出來 原來你把摩托車放在萬華區 萬華區就想到哪裡 想到阿公店嗎 OK 阿公店就想到那個什麼獅子王 獅子會 而且你會發現 為什麼萬華區的失竊率 居然跟其他的比起來 快要接近快兩倍 這差異太大了吧 感覺萬華區是一個機車的黑洞嗎 所以以後如果你們假設騎摩托車到萬華區 附近停的話 要特別格外小心 OK 那當然 當然我也還蠻關心 想知道一下 到底那個汽車 跟機車竊道會不會不一樣 就會跟我剛剛講的 會不會 可能那個在汽車竊道案件 應該就會換成40跟北投 因為40跟北投那附近 好像比較多中古車行 當然我不知道 可是如果你們可以透過這個資料分析 甚至未來你們做那個開放資料的統計的時候 可以不一定只是單單限制 同一種類型資料 你可以比如說縱向的 就是台北市的什麼什麼的比較 OK 那是非常好的 比如說住宅 機車 機器車 自行車等等的 橫向比較 那也可以什麼呢 台北市跟桃園市跟台中市 等等其他直轄市的機車竊道比較 可不可以啊 OK 所以就是說 當然這種跨這個不同的都市 不同的類型的資料 那當然是 等於是你這個也具有加分的要件 OK 當然你單一個也沒關係 只是說感覺好像就 沒有辦法凸顯出你做這個開放資料要表現的東西 那最後的話建議你盡量可以把那個圖直接 將來要加個Word檔嘛 那你就是把這個圖請你Ctrl C 有沒有這個圖有沒有 你就Ctrl C直接幫我貼到那個Word裡面讓我看到 這個圖喔 記得上面改一下 這個圖裡不要 因為這個多一點你就把它Delete掉 甚至如果你想要凸顯的話 你甚至可以把這個 這個顏色改什麼改 很簡單嘛你就點它 先點一下是選全部 再點一下就選這一個 選這一個你可以按右鍵這邊有一個什麼呢 看你要變更什麼 比如說你想要加標籤這邊也有了 那你要設定它的格式的話你可以按右 甚至它可以填滿 外框這邊填滿的部分你可以換個紅色的有沒有 這邊可以把它改紅色 有沒有 那外框你要改成什麼框也可以改個 比如說改一個 顏色凸顯一點 比如說改一個這個藍色的好了 有沒有它就凸顯出來 甚至我看它的其他數字可不可以改 按右鍵這邊都可以改 甚至你要加數量可不可以改 可以啊 圖說文字 一樣可以在這邊凸顯 368 你要選這一個它就是針對這一個 但是如果你要選全部的話 點這個 點一下是 選全部 那一樣你如果每個都要圖說文字也可以啦 就是再按 這個資料標籤 它就會把標籤加上去 好那這個地方上面的 這個 標題我就不改了因為 之前有講過 那再來的話如果最後我想知道 一件事情 就是到底哪一條路上面的切照案件 最多 其實當然就最麻煩因為它剛好在哪裡 在這個地方 到底哪一條路 新生北 那當然我會需要取得的是新生北路 這個是東化南路 可是它有個問題 它是不是在固定的位置上面 好像有一點那個味道 但是好像底下是不是也有不同位置 好像看起來都是在第幾個字 第七個字 要取幾個字 取有的四個字 那有的三個字 好像不一定 所以這個地方 你可能就要想一個方法 看能不能把這個 路的部分 把它抓過來 所以這邊假設 我如果希望知道 到底哪一條路上面 的切照案件最多 那你們這個當然延伸 思考路 那它有可能是接 也有可能是到 到的話可能是市民大到 所以它可能會有三個可能 那如何把這個資料 直接抓過來 這個可能要想個辦法 那怎麼樣剛好可以取得這個資料 那我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有點像那個瓜糊的概念 前面這個字是哪一個字 它好像以區為主 還有什麼 可能有區 所以你可以先找區看看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 fine一個 OK 那你們先試試看好了 我剛 主要是針對什麼 針對那個 機車切照 你們可以練習看看 那我下載的話 如果這個的話不用 直接打開就可以 這個是Big 5 那如果你是下載這一個 我剛是練習這一個 你們可以練習這個看看 這個下載的話 記得要用 資料裡面的 從文字 CSV 把它下載 那下載的話記得 它會亂碼 那你記得把它改成UTF-8 那改完UTF-8 記得 一定要再把它改成 UTF-8在中間的位置 中間 中間偏上面一點點 把它載入 那記得 再把它轉換為範圍 按確定 試試看好了 來 切換給各位 所以 將來開放資料 如果遇到 亂碼 記得就是用 資料裡面的 從 文字 這個 CSV 去把它 叫進來 它這個時候就可以選 編碼方式 如果 Big 5是亂碼 你就改成 UTF-8 反之的話 可能 它原來是 UTF-8 Big 5應該就不用 不用轉 OK 那另外的話 就是盡量 最後把它轉換為範圍 不然的話 你將來要做公式的時候 會比較容易出錯 OK 請各位試試看 那我剛剛主要是 再把那個 年的欄位 把那個 區的欄位做出來 好